我们为什么形成现在的身体业力 业爆身 为什么这个世界成这个样子 都是一点一滴的过去做的事情 延续下来 形成一个集合 所以现在我们想改变 没有别的办法 比如说来一个 哪来个神仙 哪来个佛 一挥手把这个全解决 不是 不可能 解决怎么解决呢 同样一点一滴解决 同样是这样解决 依照佛的原理 就是在我们平时 举心动念这个一念 说话里边一句 行为里边一个动作 就是这些东西去改变去 规范去 把这个改变了规范了 慢慢慢慢的身心里边 你想说做什么事 来个便利的快捷的 三两分钟解决的 没那事 真的没用那件事情 现在这个方法 让大家见效快 是不是说 咱们打了几个气的解决呢 不行 杨全那个同修 他都 据说他都打了八九次气了 现在抑郁症还没好 他修了一年的血 他是老师 现在他脑子还觉得糊涂 你过去造作的夜里 你这个累生累世造作 你是无量无边的 你就现在想我 搞他打他八九次气 十来次气就解决了 你还有那么好事 就是要在长期修行中间 点点滴滴 一句话 一个念头 一个行为的解决 没有别的好找 为什么现在打气 大家能见效快呢 这没办法 就是像小红小孩 先给个糖吃 给个糖吃 这个甜 他就愿意做了 否则呢 你连糖那么有 更不爱做了 就这个意思 我们有个同修 他的妈妈 好像是得了癌症了 每天呢 他妈妈 念诵经呀 念佛呀 做三四小时 把一种癌症 好像是抑制住了 但是呢 最近检查 别的部位又发现癌症 这个呢 就是过去造作的恶业 不是就这一点点 而是很多 现在每天做三四个小时的功课 不少 这个力量 引起了作用 但是还是不足以啊 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所以毒素 业障 他还表现出来 在其他方位 其他部位 又表现出来了 表现出来怎么办呢 继续念佛 继续修行 依靠佛力啊 继续消除毒素 过去积累的毒素多 现在就要下功夫 下更大的功夫 去消除这些毒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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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